嗨,我們今天就介紹一個由CORWA開發的聊天機械人PRO 他是甚麼呢? 讓他的機械人SAGE回答我們吧 他是一種由開發 Check GPT 公司 OpenAI 所開發的 AI 語言 我們可以向他發問問題 他會分析我們的問題的意思 再以文字的方式解答我們 我們問他可以做甚麼? 他可以回答我們的問題 有很多劇 整理資料、翻譯、聊天、故事創作等等 我再問他會不會寫PRO 他真的差不多聞到 我印象一下 他居然跟我說一聲多謝 PRO是有三個聊天機人 分別是SAGE、GLOW和JANFIRE 我們看看他們之間有甚麼分別 GLOW是比較擅長創作的 就是SAGE擅長外語和程式 JANFIRE 回答問題比較短 既然SAGE比較擅長程式 我們這次跟SAGE聊天 我首先問他三個地方的天氣 香港、台灣、沖繩的每月平均溫度 他即時都找到個答案給我 亦都提供了每月的數據 證明他理解我的問題 大約用了20秒左右 就回答我的 之後 我就把全部資料貼到Excel 我想知道哪個月最熱 我就向SAGE發問 他亦都即時回答我 同時指出我可以用MAX的方法 去找最高的天氣 我們先理解一下機器人給我們的方法 為甚麼 INDEX本身是可以給到一個範圍之內指定位置的值 MATCH就是指出一個範圍之內或一個值的位置 我們再配合MAX的使用 就可以得出最大值的位置 我們就得出7月就是最高溫的一個月 我們也貼一貼去看看其他地方哪個月最熱 之後就看看最高的溫度 我們繼續試一下方法 我們這次就找最低溫度 所以就把MAX轉為Minimum 全部都適合 真的 重點最快而準 下一步呢 我們就寫Macro Code 現在呢 我們有三個國家的Data 我們想每個國家都開一張頁 儲存各自的Data 我向SAGE發問 去到20秒內就這樣回答了 我們就進入View Code 在左上腳按Create Module 進入Module 1 把剛才去給的Macro Code貼上 然後就按1 就會見到多了三張文章 我們就出去看文章 看到一些數據是貼上去 不過呢 就好像沒有Header 我們就再問SAGE 告訴你呢 我們的Header 在最頂的頁 他看得出 我貼問題 和之前問的又是有關連的 而且他的回覆 主要是在Create Worksheet 的時候加多一頁 那我們就照樣貼上去 先出去刪除3個國家的Worksheet 因為貼Header這個動作 就是在Create Worksheet的時候貼上去 之後我再找多一次的條曲 怎樣? 這次Header出現了 整個過程就好像聊天一樣 而且提供到Data、Formula、Macro Code 雖然Data進變最準 因為他提供的都是2021年之前的資料 但是Formula和Macro Code 都是准而快 真心厲害 喜歡的朋友 記得LIKE、SUBSCRIBE、COMMENT 和SHARE 好了,下條片再見 BYE